有recording对不对,我看到,好 那个今天的上一堂课有录到 太好了 好,那我来分享一下画面 同学们应该是上一堂课有录到吗 上一堂课有录到对不对 对,就是今天的第一堂课是有录到的 好,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现在就来讲今天的第二堂课 那我们这堂课要讲的是 上一节课所延伸下来的课题 就是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社会网络了 那我们想要在上面创造一些流行 创造一些传染、传播 我们要怎么样利用网络的这个 连结的这个特性来制造出这种传播 这种传播可以是一个新的行为 或者新的流行、一种思想 或是一种运动都可以 那因为这种议题 这个议题蛮复杂的 就是它可能传播的东西不一样 那我们这边就要讨论说到底有哪一些可以传播的形式 好,那这种现象呢 我们把它叫做Cascade Cascade其实上一节课也有讲 它就是小瀑布 它就像是水流到网络当中的不同地方 它就是慢慢漫延慢慢扩散 所以我就把它讲成是一个扩散 Cascade就把它讲成是一个扩散 那我们这个单元就是要讲 在社会网络上 哪些事情可以扩散 行为、想法等等怎么扩散 怎么样运用网络的结构扩散 好,那这是我们的大纲 首先一开始讲说diffusion on network 就是diffusion就是一般的扩散 那再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建立模型 模型的话就是像先前看到的 你要给我规则,给我规则不同的规则下 不同的初始条件下 不同的网络结构下 我要怎么样看哪些事情怎么扩散 那再来是Cascade and cluster 是在看Cascade 我把它讲成是传播扩散 那它跟我们先前学过的这种 重聚的这些集群cluster有什么关系 可能一个cluster里面的人 他可能以前学过他可能很像 物以类聚 他可能有很类似的行为 他可能有他们中间的意见领袖 那当外界的讯息 外界的习惯传到这个cluster 它会怎么样反应 它会传还是不会传 那这些是很有趣的 我们需要讨论 那后来会把先前讲的这个wictite 能够把它融合到这个单元当中 wictite我们先前知道它是 常常占据在网络当中的桥梁跟枢纽的位置 就是先前讲的结构动 你要把结构动串接起来的这个连结 很多时候是wictite 会有出现threshold 就是一些临界值或者是预值 那是一个关键的值 那如果达到这个关键值 就是被激发了被激化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看到集体的效应 集体的行为就因此产生 这是这个单元大概要讲的内容 那我们看这个diffusion on network 就是在网络当中的扩散 那可以注意的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扩散呢 它都是由网络结构的 那我们中间有一些单元没有讲 那些时候它的扩散可能是population model 这个我在上课当中也讲过几次 population model是假设你在系统当中的任两个人都有一定的几率相连 我跟一个在非洲的人或南美洲的人 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可能也会发生一样的事情 这是有population model的这种假设 可是在network model 你给我一个社会网络的图 我就是能够影响的人 就是我周围的这些人 就纵使我的节点度很高 我的neighbor很多degree很高 我影响到的也是很local的人 那我不会是population model下 讲任何两个人 它都有一定的几率会影响到 那我们现在探讨的就是有网络结构的扩散 好 那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就要看它的structure 就要看它的结构 要看它的topology 那你要看说你今天在上面传染的是什么东西 或传播的是什么东西 那它相对应的图是什么 假设是一个思想的传播好了 那它的人与人的物理距离 好像就不太适合是作为这个网络的图 因为人与人的物理距离可能是同学们上课的通情 可能就有一个物理距离的图 或是你跟谁居住在一起 可能是你的室友 就有这种物理上的关系的图 可是思想传播可能不是 它可能更多要取决于说 到底你在社交平台上面的哪些人影响你比较大 你可能喜欢看哪些人发的文章 这个可能是影响你的网络 所以你要先把哪一些网络会影响到你什么样的行为定义出来 那另外一个例子是假设我要看COVID-19的传染 那这时候我的social network就是物理的距离 我这时候建造了物理距离的网络 就能够来看COVID-19是怎么传染的 所以你要先知道说你在哪个网络上 然后探讨说你要扩散的东西是什么 那这个扩散的东西可以是习惯行为思想等等新产品都可以 这是我们这一节要讨论的课题 好 那基本上会这种扩散呢 刚刚忘了讲 这种扩散呢 它都是局部的扩散 它不是一个人他没有来由的就会突然改变 我们不探讨这种 这种当然是可能 可是我们说的扩散都是 它的改变是会因为你的邻居做了什么事情而你改变 它是这种依照网络结构的扩散 它像是COVID-19 这是一个很好的意思 这是我们如果今天得到的传染病都是因为影响我的人给我这个传染病 而不是我去接触了什么野生动物 这个机率非常的小 所以我们就不讨论 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行为都是因为邻居的原因 因为朋友的原因才让我们改变行为 那思想上也是一样 我们就不探讨说 假设今天我要看意识形态的传播 我就不看我的意识形态 因为我因为自己看书而改变意识形态这种状况我就不探讨 我就是因为朋友的意识形态改变 造成我的意识形态改变 我只探讨这件事情 好 这是我们这个单元的假设 好 那我们就要看这些是怎么样被创造出来 这些传播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 我们刚刚提到像这些传播这些扩散是发生在局部的 它是local 它不是global 它是一个取决于互动而产生的行为的改变 你要是周围的人都做一样的事情 或都使用某个产品 你看到了这些现象 然后是因为局部的一些互动才会让你改变 那你其实不会去在意说 在你social network 里面很远的这些人 他的行为是怎么样 因为他影响不到你 会影响你的只有你的邻居而已 所以你不去看这个网络的全体 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关心的是在你周围的邻居 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他在想什么 好 那基本上 当然就是我们会看我们先前有的假设 可能是也还是存在 那你给我一个网络图 可能我还是有一些特性 就像是物以类聚 就像是从聚度很高这些都在 那你给我这个网络 然后你说在这个网络上要传什么 这是我们这一张要探讨的事 那再来我们看第三点 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去跟邻居一样 为什么我们的行为会受邻居的影响 我们为什么会想要去学习邻居的 或是朋友的行为呢 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 informational effects 就是如果你跟他用一样的产品 或用有一样的思想 你可能可以从他那边得到一些资讯 假设我是一个用Mac的人 然后我的周围的人 我本来是用Windows好了 那我周围的人开始用Mac 然后我一开始用Mac 我很不习惯 我不知道 那可能周围的人用Mac 我就可以问他 这是Informational benefits 或是Informational effects 资讯上的effect 我可以从他那边得到一些资讯 再来是Direct Benefit effect 就是你直接可以获疑 就像今天我要传输档案 你用Mac传的档案 可能用Microsoft的Word就很难打开 或是你就传的PPT就是版本就不一样 可是如果这个人跟你用一样的系统 你可能就有这个好处 就是Direct Benefit 所以你去模仿 或是你去跟你的邻居或朋友 用一样的决策 信仰一样的事情 是有这些好处 当然我们不去看坏处 坏处可能也有 可是好处就是这些 那我们假设这个好处是比较大的 那这件事情一个新行为的传播 我们看有这些好处之下它会如何传 好那这边讲的是这种新行为的传播 或者是Innovation 它可以把它讲成是一种创新 那它也是一个行为 它是一个practice 它是一个意见 也是一个convention 一个惯例 或者是一个新的科技 它就是从网络当中的人传人 这样传出来的 我们就不探讨它是自己改变的 不受任何人影响的改变 这种就忽略不计 因为我们在看的是很大的模型 数学模型 或是这种计算社会的模型 我们就不看这些很小的这些因素 我们就看这个行为就是网络上面的人传人的行为 好那它会影响的就是它的邻居 会影响它就是它的邻居 那它就可以从它的邻居那边得到一些讯息 或得到一些直接的好处 那这些例子其实很常在不同领域上面看到 那像information effects就是我们这边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在美国就是大概在二次战 二次战或是应该是二十世纪的时候 开始引进了一个新型的玉米 它的玉米是一种hybrid 杂交过后的玉米 那这种玉米可能就是单位的生产量是比较大的 可是它可能跟原先他们种植的玉米不一样 就是这个农夫可能需要花一些资源去 或是学习一些新的技术去种这种玉米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这种创新是怎么扩散的 它是可能从少数几个农业州开始 像是Iowa像是Nebraska中间那些农业州 那开始慢慢扩散 那会有一些学习曲线 那这个是一个扩散的例子 因为他们可能看到他们父亲的农夫开始改变了 那他们自己看到够多人改变 他们也就改变了 这是一个例子 那第二个例子可能就是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改变 就是通讯系统通讯软体的改变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用不同的通讯软体 像同学们可能会觉得蛮有趣的是 你在不同的国家 你可以看到每个国家用的通讯软体都不太像 那这个就很明显是一个diffusion 像台湾我们最常用的就是Line 那我们不常用WhatsApp 不常用WeChat 不常用很多其他的东西 当然是有些人有 可是他就不会变成大众 只是因为你不用Line 你很难跟人家有 就是很难加入一些群组 你可能家人或是长辈 我是朋友都在用Line 你就是用Line就是会有这些好处 所以一开始的diffusion就很重要 就是这些是这些例子 好 那这边看到的是刚刚讲的这个 用这个hybrid seed的这些玉米 这些杂交品种的这些玉米 它是怎么样被不同州的农夫所采用的 有看到说它横轴是时间年份 那纵轴是percent是采用的比例 会看到说它这边有五条曲线 那是不同的州 Iowa到阿拉巴马 那我们看一个州好了 我们看Iowa 它是大概从1934年36年都是比较平 36年上升比较快 然后到38年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反趋点 就是它的斜率是最大的时候 然后再往上升一直到平 它的平都是接近到百分之百 它就是平的 那这种曲线很多人把它叫做是S曲线 S曲线 就是你看它的有点像是S 但要有点想象力 它就是一个S形状的线 那它常常被用在一些扩散模型上面 那或者是一些创新模型上 就是创新S曲线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听过 就是它的成长率就是一开始可能成长不快 那到中间的时候可能就是剧烈的成长 到最后可能就是成长很缓慢就收敛了 那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州 它的成长的S曲线就不一样 那就是有一种延迟的效应 你可能可以看依据地区 它可能有不同速度的扩散 或不同形状的扩散 那多数都是S形 可是它到底长怎样 斜率有多高 这些都是可以研究的议题 但是我们就想要用 现在这个社会网络的这个模型去研究一件事情 是怎么样在网络上面发生改变 好 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话我们就继续看 好 那这边是我们想要看 Innovation是创新是怎么扩散的 这是当然是很大的议题 那创新扩散可能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那第一个可能就是它就是需要去很多人去使用或理解 去真的是implement这件事情 去理解这件事情 它才能去扩散 它可能就是像先前讲的有一个是早期的人 他必须要先做一些理性的思考 理性思考说他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一开始会有一些innovator 他就是会有少数敢冒险 用于尝试的人他一开始就要去下一些功夫 去研究这东西怎么来 一开始要有这东西 那再来呢是他的这个行为改变 是要可以被观察的 因为你要让后面的人去模仿 所以你前面的人的行为改变 它一定要存在 你要知道说他真的已经采用了这个新材明星技术 还有observability 它是可以被观察的 那再来呢 它triability 它是可以被试验的 就是人们可以去看说这个东西 如果我去试验的话 我的风险是可以 应该是可以控制的 然后我可以去慢慢去采用这个新的行为 但是这些是一个原则 它不是绝对的 就是它你可以去试用它 然后你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在少数地方种植一些这些域名 你可以先试试看 那苹果的店也可以让你试用看看他们的产品 你可以去试用这些东西 那再来呢就是它最后它需要有一个compactability 就是它要跟这个社会系统上是相容的 它不是一件很怪的事情 它不会你用这个东西造成一些负面的反效果 是别人可能会来嘲笑你或来霸凌你 不会有这些东西 它跟social norm或social system是一致的 那这些是创新需要发生的一些条件 当然不是全部 然后只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概括性的原则而已 当然可能它有一些遗漏的地方 但是多数时候发生创新 就是会有这些条件 再来呢 我们现在就想要在这个社会网络的情境下面 去创造一些数学模型去描述这个创新是怎么扩散的 那当然因为它是数学模型 它必须要是简单 用很简单的原则 你就能创造出一个我们想要看到的现象 我们就要找到一个很基本 那这个基本是 基本的模型是取决于每个人他都会做一些决策 他的决策可能是一开始的人先好好理性思考 然后后面的人是看其他人怎么思考后去决定要不要改变他的行为 我们要找到这个数学模型 好 再来呢 它的这些改变呢 它是local的改变 它是因为local的人 它的neighbor 他做了某件事情 然后去影响到我们每个人 所以它的spread是一个局部的spread 当然它扩散的速度可能很快 可是它的扩散这个spread本身是局部的 这是因为我有多少朋友做了什么事情我就要做什么事情 好 那做这个改变呢 它可能会有informational effect 会有资讯的好处 或者是会有direct benefit effect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好 这些都概念性的 所以讲得比较快 那direct benefit effect就是你跟你的朋友 或是你的邻居 就是同事或是室友 你去采用了这个新的技术 你可能就会从他们那边得到一些 因为大家用相同技术 相同系统下得到好处 就像刚刚讲的资料传输 或者是line 也是你用line的朋友用line才能传资料 要不然你很难传资料 你要找到不同的方式传资料很麻烦 这种direct effect 那当然你会有self interest 可是self interest的话就是 就是这边就是没有那么大 你要有因为你的朋友做了什么事情 你才会有这些好处 你的好处来自于你的朋友这样去做了 那这些才会扩散 好 好 那背景我们简单讲到这边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数学模型上面的例子 这个例子叫做network coordination game 它是一个赛局 然后它是什么赛局的它是一个network赛局 它就是在一个社会网络上的赛局 那它是一个coordination game coordination game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协作合作的一个赛局 就是今天你跟你的邻居在玩一个赛局 假设你跟你的邻居出一样的东西 像你们选择了同样一个作业系统 你选择同样是Windows 然后或者是你跟你的邻居同样选择Linux 你们就有好处 那要是你们选的不一样 你选Apple 你的邻居选Windows 就好处就没有 当然你自己有自己的好处 可是我们说这种好处忽略不计 你想要看到的是你跟你的邻居是coordinate 是一致性的 是协作的 你才有这个协作上面的好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设定 它基本上它给你一个social network 给你一个网络图 那每个人就是上面的一个点 那它可以取决于它的点的状态 它可以决定说它到底应该采取哪一种行为 行为A跟行为B 它可以决定它自己要行为A还是行为B 那它就要看说它的邻居 它的状态是什么 它的状态到底是A还是B的状态 来看我到底采用A好还是采用B好 好 那我们就要看 假设NodeV跟W它们中间有个连结 那就是NodeV跟NodeW它们是两个点 然后它们中间有个连结 那它们就会有一定的动机 想要让它们的这个行为一致 BehaviorMatch 它们就会想要都选A或都选B 那我们可以把它换成是一个Utility Matrix 是一个效用的矩阵 NodeV跟NodeW今天是两个玩家 它们分别可以选策略A跟策略B 假设它们两个都选了策略A了 NodeV跟NodeW都选了策略A了 它们可以得到小A的好处 分别得到小A的好处 我们还是一样跟以前赛局介绍的是一样 列玩家是V他得到的是第一个分量小A 行玩家是W他得到的是A的话得到第二个分量是小A 如果他们都选择B的话 B跟W各自得到小B的好处 那要是他们一个选A一个选B 就没有人得到任何好处 或者是它的好处小到你可以忽略不计 它就没有Cordination Effect 没有这种好处了 所以一个理性的玩家V跟玩家W 他应该去看A跟B的大小来决定说 他到底要采用A还是B 那最好是跟他的邻居一样 好 那这边是他的设定 那你会想说这只有两个玩家 他在社会网络上有这么多玩家 我一个人可能有十个邻居 那每个人采用A跟B不一样 那到底身为一个理性的玩家 我到底应该采用A还是采用B 到底有什么判断标准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件事情 能不能把它计算出来 好 那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是想说 每个Fee他都会去看说 他到底有多少邻居吗 那他就是希望说 他的效用最大 他的效用是来自 Sum of is pay off 然后every edges 就是他的效用是来自说 他跟他所有的邻居都玩这个 coordination game 那他得到的效用是每一个 邻居上面得到的这个A或B的这个效用 或0的这个效用加总而来 那理性的玩家当然是希望他的效用最大 那他有两个策略可以选 他今天有A策略可以选 有B策略可以选 他到底应该选哪一个 所以他的策略呢就取决于他邻居的状态 然后跟他自己他到底选择哪一个策略会让他有比较高的效用 那我们就要看这个行为怎么改变怎么扩散 好 那今天我们就把他这个设定把它换成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点B他要做什么 怎么是呢 他就是他今天要想说 如果今天他的邻居有一部分的邻居选择A 有一部分的邻居选择B 他不是一个很明显的条件 就是假设我今天邻居全部都选A 那我自然应该选A 如果邻居全部都选B 我应该要选B 可是要是有一部分的人选A 一部分的人选B 我是身为V这个点我应该怎么选 那当然你就去计算嘛 选A得到的好处是什么 选B得到的好处是什么 哪个好处比较大我就去选哪一个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就跟你讲 假设有P个部分的邻居 P的flexion就是你假设有10个邻居 40%的人选了A了 那P就是0.4 那60%的人选B了 那1-P就是0.6 那我就去看这个选A的话得到的效用是小A 选B得到效用是小B 那我就去看哪一个数值比较大 那我们来看这个不等式 一个点这个点B呢 它有低个邻居 有低个邻居同学可以看一下 它的degree是低 所以它如果有P个部分的邻居选A的话 它今天选A它得到的应该是P乘以D乘以A 我们来想一下 不等式的左边是这个点B 它选大A策略下得到的效用 因为它有低个邻居有P部分的是选A了 那我跟它一样选A的话我就可以得到P乘以D乘以A 这么多的效用 不等式的右边是它今天这个点B如果选B之下得到的效用 因为这个点有低个邻居其中有1-P个选大B 那如果我跟它一样选大B之后 我可以得到B的效用小B的效用 那全部相乘就是1-P乘以D再乘以B 这是如果我今天点B选B得到的效用 那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因为两边都有D degree是一样的 我就把D消掉 把P通通收集在一边 把AB收集到另外一边 大家回去简单的操作看看 会发现P如果大于等于A加B分之B的话 这个时候选A比较好 这个式子这个不等式同学们有没有问题 假设它的条件是假设A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你左边的不等式左边应该比较大 因为这时候左边是选A的效用 右边是选B的效用 如果A的效用比较大的话 这应该是大于等于 那你把它重新整理 会变成说P要大于等于A加B分之B 这是选A之下得到比较高效用的结论 那不知道同学们对这个不等式有没有问题 你当然也可以去说选B效用得到比较大的结论是什么 那你就把它改成小于等于 P要小于等于这个东西 这是一体两面 所以我们就说选A得到好处比较多的话 它的条件是P要大于等于A加B分之B 同学因为这边是往后这个模型的关键 不知道同学们能不能理解刚刚解释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继续讲 所以今天如果一个策略A比较好的话 对于这个点B它这是一个节点 B它的条件是P一定要比A加B分之B来得大 你就要去看你周围的人到底你已经知道说P P是一个比例它是一个假设是4乘就0.4 那它有没有比AB来得大 AB就是你先前coordination gain下面得到这个效用 A跟B A加B分之B有没有比0.4来得大 如果比0.4来得大的话我就不采用A 如果比0.4来得小的话我就采用A 这是一个条件 好那我们来看 这是刚才的那个说明的示意图 其实应该先看这个 就是你今天是一个点V 那你有第一个邻居 那其中P比例是用A 然后1-P比例是用D 那我们把它套用刚才的这个数字 你现在是V 然后你有第一个邻居 所以第一个邻居D应该等于7 那P呢 P是用A的比例 那P应该就是7分之3 1-P就是7分之4 你有7分之3的比例的人用A 有7分之4的邻居的比例用B 然后我们如果用A对你比较好的话 你应该是P 现在是7分之3 应该要大于A加B分之B 这个时候用A对你来讲比较好 好所以每一个节点 他都会考量到他邻居的状态 他邻居的个数 来看说在那个状态之下 是不是用A这个策略有比较好 那你就要看每个邻居都要 每个人都要去看这个P 有没有大于A加B分之B 对每个人来讲他做的决策是一样的 如果A加B分之B对整体的人来讲是一个定值 今天Coordination Game设定下来 这个就是一个定值了 那每个人的P不一样 在每个时间点不一样 每个人就要去面临一个决策 今天他看到的周围的人用A的比例 这个P的值有没有比这个Global 这个痊愈的这个某一个A加B分之B来的高 如果有的话 这个人他就应该要把行为采用A 他就应该从B转到A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所以我们把刚才的这个关键的值 我们把它叫做Q Q就是刚才这边P P要大于等于的这个右边的这个式子 A加B分之B 我们把它叫做是Q 我们把它叫做是一个Threshold 是一个预值 或者是一个关键值 是一个门槛 我们说这个A加B分之B是Q 如果P大于Q的话 一个理性的人就应该采用A这个行为 这个策略 如果P小于Q的话 理性的人就应该维持在B 好 那我们就来看 因为Q现在也是一个Fraction 那我们刚刚讲如果Q这个Fraction 它是一个门槛 那这个门槛如果很小的话 你看第二点 如果门槛很小的话 那很容易A就会 这个P就很容易超过这个门槛 因为这个门槛很小 那做A这件事情 它就是很有吸引力的事情 因为它门槛很低 我举个例子 假设 假设今天我要上街头 我周围的人有50%的人上街头 我才愿意去上街头 那这是一个蛮高的门槛 那假设今天我要上街头 因为我的预值很低 我的门槛很低 很容易就让我做这件事情 这是第一点 Q如果很小的话 我临界值很低 我的门槛很低 我很容易就想要做A这件事情 那第二个相反的部分 是Q如果很大 我的门槛很高 今天周围的人 要99%的人愿意上街头 我的邻居 99%的人去了街头 我才愿意去 那维持现状 不去街头 这个B 对我来讲就是 比较attractive 比较有吸引力 我的门槛太大了 就是我不会采用创新的A 因为我的预值很大 我的这个门槛很大 这个Q很大 A加B分之B很大 我就很难采用创新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每个点 他的面临的A加B分之B都一样 他面临的Q都一样 那他就要看说 给定每个时间下 他去做判断 他到底应不应该采用A 那他都是去看他周围的邻居的状态 他到底应不应该采用A 这是我们的模型 好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问题 好 没有话 我们今天应该会讲到5点半 因为我们中间比较晚开始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讲这个Cascading Behavior 就是网络上面的扩散 好 那我们 我们就先假设 一开始的人 所有的人都是B 就是B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策略 或传统的一个行为 那A是一个比较创新的行为 一开始所有的人都是B 那当然你如果系统当中没有A 你是不会发生这些扩散的 所以一定要有人是这个风险爱好 或者是爱好创新的人 我们叫做Initial Adopters 他就是一开始 这些人就是种子 他就是一开始的第一个状态 时间状态他就是A了 那么要看 给定这些种子是A的条件下 哪一些点是A 那这些行为会不会扩散 好 这是第一个要讲的 那再来呢 你会有一些Initial Adopters是A了吗 那这些Initial Adopters 这些一开始的使用者 他会把他的行为 扩散到他们周围的邻居 那周围的邻居 可以看那个状态 他到底有没有超过我的预值 有没有超过我的预值 假设是0.01 我很容易去接受这件事情 那邻居就开始改变 那邻居的改变又会 扩散影响到这些邻居的邻居 那你可能可以看到 改变就发生在整个网络上面 那我们就会问 这个到时候 最后的状态是 会不会是整个网络的节点 都改变成行为A了 还是说行为A 扩散到哪一个阶段 或哪一些范围 它就停止扩散了 那我们就要找到这些条件 这道理 扩散会到哪里 停止 或者是它会扩散到整个网络 好 那 系统要怎么样才会说停呢 就是它 因为我们说 根据不同时间 每个点的状态变化都会变 那不同时间 如果停止变化的话 系统就停了 要不然就是所有的点都变成A了 就停了 因为没有B了 要不然就是A扩张到不能扩张了 停了 就是A跟B共存 这也是一个系统可以停止的条件 那A没有任何原因 让它继续扩散了 这个时候系统就停了 所以有两个可以停止的条件 好 我们讲完这个例子之后来看 来跟同学讨论一下 我们现在把刚才的这个设定 都把它具体化 就是Coordination Game 我们把它里面的AB的值给它 小A是3 小B是2 也就是说你跟你的邻居 采用大A的策略 你们各得3 你跟你的邻居采用大B的策略 你们各得2 所以A加B分之B 刚才的那个Q值 就是3加2分之2 就是5分之2 也就是说你的门槛值是0.4 因为5分之2是0.4 假设你周围的人 有超过40%的人选了A的话 这时候你应该要选A 你的效果会比较大 我再讲一次 因为我们现在的设定是A等于3 B等于2 那A加B分之B就是0.4 那刚才的推论下 跟我们讲 假设我周围的人有 0.4以上的人用A 我就应该要用A 因为我的门槛是0.4 假设我周围的人只有0.2个部分的人用A 那我不应该用A 我应该维持在B 好 我们就依这个条件来判断说 这个新型会A 会不会在这个网络当中扩散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四张图 ABCD是它的时间顺序 一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是用B 我们这边的白色没有画黑圈圈的是B 有画黑圈圈的是改变成A了 好 这是第一个 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B 第二张图B 它跟我们讲说V跟W V跟W这两个点 它们是Initial Adopters 它们就是一开始的种子 它们创新种子 它们在时间0的时候 或时间1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说好 这两个人采用新的策略 我们不问为什么 反正就这两个人 那我们就要看这个新策略 会不会扩散 好 再看C C的话 它这个扩散可能局部发生了 我们来看 像这个点R R是W上面的这个点 它有三个邻居 它有三个邻居 它有邻居B W跟S 它有三个邻居 它的三个邻居当中有两个邻居 已经采用新策略A了 也就是说它的P值 它的P值是三分之二 是因为三个邻居当中采用 有两个采用了新的策略 P是三分之二 那三分之二大于刚才讲的五分之二啊 所以它在下一个时间点 它应该用采用A 它的效用比较大 所以R在从B到C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就采用了新策略A 也就是它下个时间点就变黑了 它就采用新策略了 那点T T在W的下面 它也是同样的推力 它在上个时间点下 因为它有三个邻居当中的两个邻居 都采用新策略A了 它的P值是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大于Q的五分之二 也就是说T这个点 它在下个时间点应该采用A 它的效用比较高 所以它在下个时间点C的时候 它就采用A了 它就变黑了 好 这时候C就结束了 这个时间就结束了 那再看D这个从C到D的转变 我们就来看S跟U S在R的旁边 它同样有三个邻居 它的三个邻居当中 在C的时间点下 它已经有两个邻居采用A了 那这时候它的P值就是三分之二 那三分之二大于Q五分之二 所以S它应该要采用策略A 让它的效用最大 所以它在D的这个时间点下 它就采用A了 变黑 那U的分析完全一模一样 三分之二大于五分之二 那U值它在U的这个点 大概下个时间点下 应该变成策略A 所以一开始假设每个人都是B 那在第一个时间点下 那两个人采用A 他们是创新者 那他们的这个行为 会慢慢扩散到整个网络当中 R跟T先采用 R跟T采用了 让S跟U发现周围的邻居 采用新策略的人变多了 他们也跟着采用 到最后是整个网络 所有的六个点都采用新行为A 就停下来了 就没有事情会发生 是这个例子 那我在这边停一下 同学们有没有问题 好 目前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继续看 我们把这个例子讲完好了 那这个例子是一个更大的网络 那我们就看根据刚才的设定 就是A等于3 B等于2的设定 然后我给几个点是Initial Adapter 是初始采用这个策略的人 那它到底能够扩散到什么程度 这是我们关心的 好 假设今天Initial Adapter是7跟8 7跟8是中间的这两个点 他们一开始是黑色的状态 那它会怎么扩散呢 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看 我们先看点5 5的话它有三个邻居 有两个邻居已经采用新行为了 所以5在下个时间点会变黑 分析是跟刚才一模一样 3分之2大于5分之2 5会变黑 5变黑之后呢 4是不是也会在下个时间点变黑 因为4它有三个邻居 三个邻居当中两个邻居是采用新行为的 所以4也会变黑 那再来10 10也会变黑 因为10你看10有4个邻居 它有两个邻居是黑的 那2分之1是P是2分之1 它大于5分之2了 所以10也会变黑 好10变黑的话9也会变黑 9因为7跟10都是黑的 它四个邻居当中有两个邻居是黑的 那2分之1大于5分之2 9也会变黑 最后6也会变黑 因为6有三个邻居 4跟9是黑的 3分之2大于5分之2 所以6也会变黑 会发现说同学们看这个B 这个图呢 是它最后网络停止扩散的结果 是只有这个小区块的节点 它们会变黑 它们采用新的行为 剩下的扩散不出去 我随便举个例子 像14扩散不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对点14来讲 它有三个邻居 可是它只有一个邻居是黑的 它的P值是1分之1 比2分之2来的小 所以对14来讲 它改变成A没有比较好的好处 所以它就不会改变 那对其他点一样 对节点2也是一样 它有三个邻居 可是只有一个邻居是黑的 1分之1小于2分之2 不到它的门槛 所以它也不会改变行为 那同理11 12 14 2 都不会改变 所以网络的扩散 就局限于这个区域 上面这个点4到点10的这个区域 45678910的这个区域就停了 这是一个最终状态 那我们接下来 下一节课就会讨论说 我们要如何改变它的这些预值门槛 让它能够扩散到更多地方 那它跟同学们可以看 这个跟cluster其实很像 它其实就是停留在这个局部 这个重聚性很高的这个小团体当中 因为看到其实扩散跟重聚性 跟小团体的关系是很大的 我们下一节课会有更多讨论 好那我就先讲到这边 那看同学们有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 老师哥请问一下 您当然有提到新冠肺炎的传染 知道我们如果要算的话 是不是知道 要知道就是一个人 可以传几个人来做预测 好 这个我们会在学期末最后一节课 我们会讲那个epidemic 就是疾病传染 那疾病传染跟这个不太像 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cascade cascade是我周围有多少人传 周围有多少人相信了这个事情 或采用这个产品 我就应该 依理性的考量 我就应该要做这件事情 可是新冠肺炎不太像 新冠肺炎是我可是看接触 假设今天我接触一个人 我感染的几率是p 可能是10% 那我接触了10个人 我不被感染几率 可能就一减掉0.1的十字方 之类 然后一再减掉那个数字 它其实不是看说 我周围有多少比例 来去看我应该要被感染 还是不被感染 它的传染的机制不太一样 但我会照学期最后一堂课 就单元十字的时候 会讲那个传染民扩散 在社会网络下的传染民扩散 所以可能我们那个时候 在讨论比较适合 谢谢 不会不会 那还有没有同学 有问题或想要讨论 老师请问一下 还剩几节演讲课 我看一下 应该是 我们题目考是到6月24 所以我们应该还剩三节课 我们都不会停课 那就是一直演讲 就是一直这样子 也不小考 所以就是一直用这种形式上课 所以还剩三节课 那我们现在是单元12 那我希望可以讲完单元14 就是12、13、14 然后期末考 那我会写信给大家 期末考基本上就是开书 你回家自己考 然后因为 因为我无法控制大家考的环境 那我就是 可能就两个小时后大家交卷 我会在写信跟同学们讲这件事情 不过就是因为没办法到现场了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开书 可是不能讨论 然后我们还剩三节课的演讲 然后就期末考就结束了 好 谢谢 不会 那还有没有同学想要讨论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有私下问题的话 可以留在群组内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边 那欢迎同学来信或给任何建议 那同学们身体健康 那我们就继续下一次下个礼拜见 谢谢